看见目标了 看见目标了 就是 现在 YES93 宁可听一听 全民狗仔Shoot 晚唱10点56分 欢迎收听YES93 宁可听一听 全民狗仔Shoot 是跑不掉的 陈巴 这时候你要唱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I don't even know what's that 好了 为了配合刚才我唱的家乡 然后他就唱一首 一小段 OK 歌词里面有家乡的 OK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远方 YES93 宁可听一首歌曲 很棒了 谢谢你的配合 好了好了 今天呢 谢谢三位分享那么多 但是呢 还是有朋友很好奇的就是 可以分享一下必看的原因吗 就是唐山到南洋 我们各自来说一下吧 我们先请 中江你来先说 刚才我们说过 就是这一部戏是有 特别有那个 历史的那个教育 然后让我们多认识我们的 我们的阿公阿嬷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看 然后让知道新加坡是怎样 怎样 form 怎样成型 就怎么form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是 那欧萱呢 因为这部戏有一个历史背景 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到外国取景的那些很漂亮的景色 好像矿区啊 然后漂亮的河边啊 然后就是土楼啊 就永定的土楼 我觉得大家看的应该会看到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那些 鸭子 鸭子和石头 对 还有别忘了就是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这些演员还有剧组都很很就是很努力的为大家呈现这部戏 嗯 那什么呢 啊 这 这是我第一次演 好坏的人 好坏的人 对 而且台词不少 所以呢 如果想知道我怎么演这个角色就要 看第六第七集 是 看到最后 第六第七吗 当然不只是能 不只是要看第六还有第七集啦 要支持的就是唐山到南洋了 那最后呢 狗仔来了 是是是 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晚上 你有狗仔出现就是我 最犀利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会发问 好 我们这时候呢 来请狗仔小姐 很难听 狗仔小姐 兔仔的 OK 我们先从 我们先从谁开始问 皮尔开始问好不好 嘿皮尔皮尔 我们就来问你 最近我看到你就是 有一份报导 杂志上的报导 Fabulous at 40 对不对 对不对 哇 很帅哦 看起来 40岁了吗 真的看不出来对不对 可是你是不是 就是可能就是在40岁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其实自己的可能身体上啦 还是什么 真的有一点 就可能 不如以前30岁的时候 就有一点的话 你要选 哦 一定是我的肚子 是腹肌吧 我看过 真的吗 腹肌哦 当你到 其实35岁已经开始了 就觉得 不管你做什么运动 你做什么 exercise 都取不掉 这个 spare diet 没有啦 他们现在越来越 united yes 真的 真的 你看 最强的就是你了 对不对 哦 这个还不错 OK 好 再来问欧萱了 我不会难倒你的 真的 我人很好 就是偶像了 对不对 OK 好 那如果说呢 今天让你来一个选择了 哈 有 你现在是身旁 做两位很帅的 帅哥 如果要选一位 来做老公的话 你会选哪一位 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不是问题 OK 我先出去 来 到夕一点 我说门不能开了 你这个 我们很尴尬 我们先出去吧 不用 不用 对 可以的 可以选一个 其中一位 那如果说你选 各自选一位的话呢 就他们可能一个条件 特别吸引你 皮尔哪里特别吸引你 你看我的手是空的 我的手指都没有带东西 怎么办 怎么办 你看欧学他现在眼神是盯着总江坎 盯着总江坎 盯着总江坎 我觉得很难选 因为 我不知道 因为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圈内人的任何一个人发生感情 你把电话给我寻一遍 辞职了 辞职了 对 可是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politically right的一个一个答案就是我会选总江 哎 为什么 因为 系里他就是我老公 哦 对 所以 就是 那种假戏 真做嘛 真的吗 是不定我们出的绯闻就更有更有新闻价值 然后更多人会看唐村到哪样 我愿意去吃饭你不要 是 OK 好不会的 然后人家没有看不到皮尔像有一点吃醋的感觉 对 对 OK 最后我们来问 谢谢大家 拜拜 其实 因为 其实 其实真正的新闻就是他们两个 哦 原来如此 Fabulous Farty 最后最后 来问Desmond 如果说呢 今天我们都知道你身材很好嘛 对不对 太好了 还不错啦 如果你今天可以用这六块腹肌哦 OK 去换皮尔的身上的任何一样东西的话 你会换什么 我会换他的心 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人很好 因为他又爱动物 又爱老婆 又阿婆爱 他其实谁都很照顾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 譬如他曾经把我 就是 把你 把我推下游泳池 我说他曾经把你 为什么他不是 变成了好不好 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了 做人要 看人要戴眼睛 我觉得我很喜欢 让人把被人家推进 哈哈哈哈 他真的要 他真的有机会 跟秀声级 呀 哈哈哈哈 好啦 非常感谢三位 来到YES933 也请你一定要多多支持 汤山豆南鸟 谢谢 thank you 赞 赞票